为你解决烦恼 实现梦想 学习俱乐部 毕章 轻管轻轻 刚才雨滴 发现一只流浪猫咪 轻轻草地 都出了脚印 那是谁丢的挂屁 害羞害羞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任未来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加油大气 害羞害羞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朝着年花糖 机器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叽叽叽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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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杨在唱歌 准备好了吗 можем一起飞翔 我们很有魔理的藍天花束彩虹 给世界穿上新鲜 谁有难题 宝贝来帮你 哈哈 今天中午吃什么 猪猪山鸡 什么 嫂子 这种鸡肯定好吃 可是哪里有 乌龟来了 什么乌龟 是卖乌龟的刘老爷 什么乌龟 这孩子是你们刘老爷 刘老爷 又来卖乌龟了 我今天是给你们送礼来了 看看 正宗的山鸡 山地散阳鸡 让我看看 好像没什么区别 怎么会没有区别 看看这个头 这份量 你们怎么跟刚才那个妇女一样 刚才那个妇女 那个卖鸡的老头呢 快给我出来 还真是 说曹操曹操就到 是刘大妈 你们看看 这哪里是山鸡 这不是普通的肉鸡吗 不行 给我退钱 我这就是正宗的山鸡 肯定不是 就是 你们先别吵了 我来想个办法 帮你们鉴定一下 这样也好 如果是假的 我可要把这不法商贩 扭送到消邪去 我可不是不法商贩 放心 有我们俱乐部呢 这只是山地散阳鸡的鸡毛 这只是家养鸡的鸡毛 根据厂里 山鸡的鸡毛更鲜艳 刘大妈 你好好看看 哪一只更鲜艳呢 这只 没错 这就是山鸡的鸡毛 这只好像颜色比较暗淡 刘大妈 您再仔细看看 我这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来哪只鸡毛鲜艳啊 你们 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呀 这样吧 山鸡的肉质比较鲜美 我们就尝尝烧好的鸡肉 肯定能分辨出来 好 好 怎么样 啥鸡就是 真好吃 真好吃 给我留点 大妈 您尝尝 看看是否更好吃 鸡是很好吃 不过 米花 你的手艺好 本来烧菜就好吃 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可就是很好吃 可就是很好吃 我来啦 别跑 太快了 刚才大家都看见了 山地散养鸡跟家鸡有一个区别是商地鸡更活泼更强壮 而且羽毛都很鲜艳 这也是专家的观点 被鸡咬了的专家 你们俱乐部是不是收了回扣 一起来欺骗消费者 我们沙里人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不信我们到沙上养鸡场去看 我这就去养鸡场拍几张实地照片 我刚刚拍的照片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照片看起来很像那叫什么PS的 用PS什么不能扳倒 我这就去找动物专家鉴定 别走开 我倒有个办法 一定可以分出到底是不是山鸡 真的吗 第一场 智力大笔拼 神鸡加油 要赢过肉鸡 有请我们的主持人 洛洛小姐 智力大笔拼开始 红带子山鸡和肉鸡 现在有两个瓶子 都装着半瓶子水 我们来看看 到底哪只鸡聪明 可可 肉鸡就是懒 神鸡就是状 神鸡就状了 神鸡加油 神鸡加油 神机加油 加油 神机胜利 神机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聪明 下面请看小鸡赛跑 神机的速度快过火箭 我来鸣枪 这枪怎么用 你能行吗 没问题 偷了 是 小鸡赛 快点 快点 给你 你看看 这哪是什么山鸡 连一只肉鸡都跑不过 看来你确实是一个不法商贩 走 跟我去削鞋 我这真是杀鸡 我回来了 这可是权威鉴定 绝对山鸡 这回你莫话说了吧 仲天哪 您要是早拿着这鉴定书来 我肯定立刻就相信了 你刘大妈这辈子什么都不信 就是相信科学 好了 我走了 等等 怎么了 现在还说我是不法商贩吗 不说了 我去街坊给您宣传宣传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买你的鸡的 你呀 就等着收钱吧 这还差不多 我可算是清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了 终于完成了 太高兴了 等到了秋天 我们就可以吃到石榴了 还要等到秋天 这要很长时间呢 真想马上就能看到果实 你这个小鬼啊 还真是心急 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 只能慢慢地等待了 要是一棵树上能接不同时节的果实就好了 这样每个季节都能收获果实了 你的想象力更丰富 琪琪还真没想错 日本的一位果农啊 真的做到了呢 日本啊 一位七十一岁老农 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解决该国 长期以来缺少空地的办法 那就是啊 利用普通的园艺技术 并在邻居的帮助下花了大量的时间 价接出了一棵长有十一种柑橘类水果的柠檬树 什么叫价接呀 还能接出十一种水果呢 这总共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呢 这价接呀 就是把枝条加到现有的一棵树上 利用这种技术啊 这位老农种下的一棵 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柠檬树 共结出十一种柑橘类水果 现在呀 它的价接怪树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了呢 唉 看来这还真是一厢漫长的工程呢 嗯 对呀 要三十年呢 我可等不到三十年 嘿嘿 所以呀 只有付出了劳动之后才能收获果实 我们生活中做事情啊 也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啦 十六十六快点找 嘿嘿嘿嘿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哦 嗯 到底是哪件事情呢 那件事情就这样好了 唉 琪琪干嘛呢 呃 呃 琪琪 你怎么一副痛苦的表情啊 啊 对呀 你平时都是非常开心的样子 我总感觉好像忘了一件事情 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 哎呀呀呀呀 我们老年人健忘是很正常的 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应该呀 嗨 在这种高强度的社会压力下 年轻人健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我想也是啊 哎 但是有个人的记忆力 可是超强的哟 美国呀 有一位五十一岁男子 拥有绝对惊人的超级记忆力 他能清楚地记住 过去一生中每天发生的任何大小事情 因此呢 他也被人们比喻成是搜索引擎 因为呀 他回忆某些事件的速度 比别人通过搜索引擎搜索还要快呢 真的有那么神吗 这个人的大脑啊 就像是一本关于名字 照片 日期 和各种事件的百科全书剪贴簿 过去生活中啊 发生的每件事件 都会在他的大脑中编成目录 真的何时候呢 进行回忆 都能立即从大脑百科全书中 找到需要的东西 这个人也太恐怖了吧 要是欠他钱的话 岂不是会被记一辈子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我终于想起来了 宝贝欠我的一块钱还没还我呢 我要去找他 原来就是为了这件小事 好 Primo 好 Primo 好 Primo 好 没还我呢 原来就是为了这件小事 一切小事 我还没还不错 其实将不得知 也是为了还能 interesting 我还没有再认识 哦 이게对不乱 这件小事 谁一切宣定 我还没资讯 我还没资讯 你还没有资讯 我还没资讯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帮你把烦恼摔掉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当你和梦想拥抱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当你感到生活美好 原来世界比想象精彩 原来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明天是那样值得期待 买了欧美余 买了欧美余 汲取大家庭 我们一起了徘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